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记住我们应该如何做这两部分的题和我们上节课留了一些作业 好 我们来看一下作业的答案 这是46到60题 也就是第一部分的答案 我们同学们把答案来对照一下 看看有哪些问题 好 大家一定要按照上节课老师告诉大家的 那么关于这第一部分 我简单再说一下 就是先去快速地读一下这个小短文 然后知道它大概讲的是什么 第二呢 再仔细地读关于空的部分 然后把上下文注意读一下 因为上下文类提出的最多 其次呢 要注意平时积累 词汇搭配 同一词也要掌握 再就是语法 要注意这个词这儿 填的不光要知道这个填什么意思 还要知道要填什么词性的词 它是填名词 动词 或者副词 一定要看一下 最后要注意一下逻辑关系 比如说上节课有一个关于不然 表示假设这一类的逻辑关系我们要知道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部分 好 第二部分 61到70题的答案 做这一类题呢 我们说了这一类题有十个 那就是一个小短文 我们读完之后呢 选一个与它匹配的答案 关于这一类题 我们先也是快速地读一下这个文章 然后呢 抓住一些关键信息 要知道它里面的核心信息 但是千万不要凭记忆或者感觉它对而选它 一定要看这篇文章讲了什么 说了什么 我们再去选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主要来看关于阅读的第三部分 也就是71到90题 这类题一共20个题 提量有些多 然后呢 出的题会有五篇短文 当然它的这个题材长度 难易程度都不同 有的会比较难一些 一般每篇就是三到五个问题 一般呢 会有一张图片啊 表现关键词 反映主旨 展示内容 或者告诉你一个结论 我们再看这儿 主要看一下这儿 关于这五篇短文啊 也就是71到90题 我们主要会考察四个方面的这个题型 最主要的就是这个细节题 考的最多啊 主要考我们关键信息啊 能够找到关键信息 另外推断题就是根据一些已经知道的信息 进行推理判断和分辨一些细节 主旨题啊 就是前面两部分我们也做的 根据这一段或者这一篇文章 知道它具体讲了什么 就是大概的意思啊 主要中心思想 考的是我们对一个段落 或者是整篇文章的概括能力 最后一个示意题啊 这个也会考到 就是会考你一个词的含义啊 我们要通过上下文啊 语境去把握它具体是指什么 好 好来我们看一下答题要点 我们要掌握文章大意啊 这个通常主旨题会考 但是我们在做题的时候也要 就算它不考也要知道啊 然后了解重要信息 领会作者的观点和态度 这是有助于我们把握文章的 这个整体在说什么 有助于我们做其他的 包括细节啊 或者是这个解释的 解释词语的这一类题 我们要学会跳跃障碍 如果有很难的部分 我们可以跳过去 然后捉住这个重点词语和重点信息 要能够根据材料进行判断和推测 你再看一下时间啊 二十分钟完成 平时自己练习的时候也要注意 给自己看一下时间啊 不要太长导致我们真正考试的时候 做不完 那么每篇文章用时大概就是四分钟 这个建议阅读速度 大家看一下就行啊 一百五十字一分钟 然后较复杂的话就是一分钟一百二十字 大家就是平时做题的时候 自己注意把握一下时间就好 来 我们现在来具体看一下题啊 这是七十一到七十四题 我们在拿到文章之后呢 先来啊 就是把全文看一下啊 把全文看一下 最好是能够 呃 有理 对 来分一下这个层次 对 最好是能分一下层次 比如说这篇文章 大概有三段 一二三 我们来看 比如哪一段 哪一段 哪一段 具体在讲什么 给它一个层次 这样待会我们在做细节题的时候呢 就比较好把握一点 现在给大家一点时间 先来看一下哈 嗯 好 那大家看完呢 可以说一说 这篇文章主要是在讲什么 然后你觉得它的层次 应该是如何分的 嗯 好 我们在看完之后呢 发现它是在讲一个 喜剧明星的事 啊 一个故事 在 哦 sorry 在讲这个 喜剧明星 啊 那么第一段呢 讲的是它的演技 啊 如何 然后它有些困惑 那么第二段在讲 它是如何看到了就是老喜剧演员 啊 那位老喜剧演员怎么做的 然后最后呢 从那开始 它也开始 可能是有一些啊 和老喜剧演员一样的 因为用了也 然后之后呢 它成了家喻户晓 就是变得有名了 啊 一个喜剧明星 那么这就是文章的一个层次 啊 基本上就是按照这样来 啊 描述下来的 好 我们再 呃 了解了就是文章的这个 主要意思 和层次之后呢 每段的意思了解之后 我们再来看这个问题 啊 问题 来 七十一 它刚开始 为什么会发愁 我们看 它刚开始 为什么会发愁 发愁就是不高兴 啊 会愁啊 就是在思考 为什么 就是哪里不好 我们看最开始 我们找到 最开始部分 从从业初期啊 从业初期 常因自己的演技平平 而愁的吃不下饭 我们找到这句之后呢 就可以 啊 选出这些 这个七十一题的答案了 首先 嗯 根据锁定 那个句子呢 我们就可以确定是 演技不够好 因为它说 平平啊 就是 呃 不好 啊 不够好的意思 嗯 其他的我们再 没有看到了 我们再看七十二题 第二段 画线词语 目不转睛的 呃 形容什么 那么这道题就考的是 解释题 解释词语 第一题考的是细节 第二个考的是 试一题啊 也就是刚才说的 四类中的 其中一个解释 我们根据这 这类题呢 我们要 根据上下文 去看 先看目不转睛啊 在这儿 我们看 什么是目不转睛 他忽然发现 那位老习剧演员 正目不转睛的 看着老板 观察老板的 一言一行 这句话 通过这句话 我们就能知道 目不转睛指的是 很认真的观察 啊 观察别人的 一言一行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啊 正确答案是A 观察仔细 那么73 那位老演员 在饭馆是怎么做的 这是一个细节题 嗯 我们看 老演员和饭馆 啊 是在这 这一个部分 嗯 那么看 等老板走后 老演员又悄悄模仿起 老板 刚才那几个 生动 有趣的 动作 他是怎么做的呢 这有一个动词 模仿 啊 那几个 生动有趣的 动作 所以我们看这 啊 选项中有 模仿老板的动作 正是我们要的答案 嗯 就是关于这一点 大家说 为什么我 直接就可以知道 我们应该看哪一句呢 因为这个阅读考试中 我们这个问题的顺序 和原文中的顺序 是一致的 对 所以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呢 看到哪一个题 就可以大概知道 他是在什么位置去找 你的这个关键信息 所以我们看刚才目不转接 我们找到了这一句 那么下一个题 关于怎么做的 我们就可以从 就可以从这一句后面 开始找 就不需要再去看前面的了 嗯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一定要注意 这个答题顺序 对 啊 我们出题 和我们的原文的顺序 是一样的 所以不需要再去看前面 嗯 另外我们来看 74 最后一个题 从饭馆回来后 他开始怎么样 嗯 从饭馆回来后 他开始 你同样 细节题 要回到原文去找细节 那么看 从那儿 以后 啊 他也开始怎么怎么样了 他也开始 留意生活中有趣的 表演素材 而且刚才我们看到 后面这儿 老演员之所以演得好 是因为善于从生活中 积累素材 所以从那以后 他也开始留意 生活中的素材 嗯 这就是我们 74的答案 从生活中 学表演 啊 都是在生活中 去积累素材 这就是我们 关于71 到74 这一个 短文的 啊 做法 嗯 我们来一起分析一下 我们再拿到文章中呢 文章之后呢 要先啊 快速的看一下 然后呢 给文章分一下层次 了解每一段 是在讲什么 我们看 第一段 在讲明星从一初期 因演技平平而发愁 啊 第二段呢 他有一次吃饭 发现老演员 是怎么做的 嗯 善于积累 从生活中 那么从那以后 他也开始留意 生活中的表演素材 所以这是一篇 关于人物 啊 而且是按时间顺序来讲的 这就是我们要 知道的啊 所以后面做题会简单一些 那么关于细节题 啊 这些细节题 我们就需要回到原文中 按照顺序去找这些细节 关于事一题呢 也就是72 解释一个词 我们就需要根据上下文 去猜啊 去猜测词的意思 细节题 关于为什么发愁 我们知道 文章中说 演技平平 所以和演技不够好 是一个意思 那么关于啊 这个解释 词语的题 目不转睛 和我们刚才看到的 观察老板的 一言一行 是一样的 在73题 老演员在饭馆 怎么做的 我们找到了 他是观察一言一行 然后模仿 模仿老板动作啊 所以和B选项是一样的 最后一个 从饭馆回来后 他开始做什么 我们要在他的后面找 所以是 开始留意生活中 有趣的表演素材 和递选项的生活中 学表演是 最意思接近的一个选项 所以我们要选 所以我们要选 递选项 我们再来看 75到78 按照我刚才说的 要先看一下文章 然后进行分层 分层之后呢 知道你分的每一段 大概是讲什么 待会再去 回来找细节 就知道从哪里找 给大家时间看一下 我们看这个文章 是不是讲了一个 关于青蛙比赛的一个故事 然后最后呢 最后 是在讲一个道理 这就是所谓的 讲一个故事 然后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那么前面呢 都是在讲这个故事 而讲故事呢 肯定会有一些细节 我们接下来就来 看一下问题 然后回来 找一下答案 好 75题 看75题 青蛙们在举行什么比赛 sorry 青蛙们在举行什么比赛 我们要回到原文去找 看最开始 在讲他们什么比赛 那么首先第一段就是 第一段 一群青蛙来到一层 一座十层高的楼前 比赛什么 看谁先爬到楼顶 所以爬楼顶 这就是我们要的答案 也就是爬楼梯 那么76 根据上文 很多青蛙退出的原因 是什么 我们就要回到原文去找了 那么比赛刚开始怎么样 有动物大声喊 我看还是别费劲了 你们根本不可能爬到楼顶 那么听到这句话 八群中一阵骚动 有些青蛙摇摇头 退出了比赛 因为别人说了 你们根本不可能爬到楼顶 所以有青蛙退出了比赛 但是有不少在坚持 下面仍然在喊 这是按照一个比赛的顺序 比赛的时间顺序在讲 继续说 别白费力气了 青蛙永远都不可能爬上 高楼 继续在 就是高层门 不可能不可能 那么这时候越来越多的青蛙 放弃了比赛 但是那只非常卖力的青蛙 就是有一只仍在努力 而且越爬越有劲 最后只有它爬上了楼顶 我们回到问题 那么根据上文 很多青蛙退出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听信了其他动物的话 觉得根本爬不上去 对 那么我们再来看77 关于那只获胜的青蛙 下列哪项正确 我们知道 其他人都一直在说 告诉他 不可能 但是他仍然自己去坚持 我们看他是如何获胜的 首先 与身体没有关系 因为大家身体都 可能都一样 而且没有提这一点 那么好奇心 更是没有提到 非常喜欢冒险 也没有提 但是他却是一个始终 很努力的青蛙 所以我们选择B选项 那么后面 我们看 放弃比赛的青蛙 都想知道 这只青蛙是如何坚持的 但不管大家怎么问 他就是不开口 这时大家才发现 原来他听觉不太好 根本没听到 刚才动物们说的话 因为他没有听到 所以他自己爬上去了 我们看最后 就是在讲这个故事的道理 很多时候 我们就是因为 听了别人的中言 而把成功想得很高 放弃了 放弃了努力 其实我们只要全神灌注于 你的目标 成功就会离你越来越近 是不是讲的 我们不要去听那些 所谓的中言 而是要灌注于自己的 这个目标 我们来看 那么全文的这个标题 这个题呢 就是在考主旨题 根据全文的这个中心思想来选 那么我们知道 刚才最后一段是在讲中心思想 所以我们看完最后一段来选 首先沉默时间 他在让我告诉我们不要说话 没有提这个 那么比敢于放弃 有提让我们放弃吗 肯定是没有 我们需要坚持 那么D选项 团结 他有在说团结吗 他告诉我们的是要 按照自己的目标 努力的去奋斗 而是 而不要放弃 那么 只剩下一个C选项 听不见的青蛙 虽然它看起来不是一个道理 但是呢 很符合我们文章的这个结构 而且和中心思想 也就是这只青蛙听不见 但是呢 它却能爬到最高 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去听 那些 所谓的告诉你 不要怎么做 不可能 而是你要按照自己的想法 努力去做 所以我们选了这个C选项 我们来看一下 分析一下文章脉络 这是关于一个哲理的故事 然后 讲故事之后 来告诉你这个道理 那么前面一至六 就是在讲这个故事 基本情况了 刚开始的时候退出 中间的时候很多放弃 结果呢 坚持下来的这一只听觉不好 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不要去听 要全神贯注于你的目标 很清楚的一个文章 来看 75细节题 它是进行什么比赛 前面告诉了爬楼梯比赛 那么推断题 这也是一种题 就是文章不会有直接这个答案 但是需要我们去推理 判断出来 很多青蛙退出的原因 我们说了 是因为很多人告诉他 一直在喊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我们选的是 伴随着他们的这个喊声 递选项 听信了 那么这个77呢 也是 对他词这个 他就是很卖力 很努力 这两个 相当于是一个同一词 我们就选了很努力 那么最后一个题 是一个主指题 也就是文章的主要思想 主要内容 我们看第七段是在讲 应该怎么样 所以不听别人的意见 专注于自己的目标 与之对应的只有c选项 可以运用一些排除法 好 我们再来看 79到82题 同样 这篇文章我们自己读一下 然后进行一个分层 分完层之后 我们再看问题 回来找答案 谢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一会儿我带大家一起分 嗯 好 我们看完之后呢 它的主题是不是在讲乡村树 嗯 好 而且第一段呢 第一段 哎呦 第一段是不是在讲啊 乡村树的一个总体情况来说一下 说乡村树随处可见啊 春天的时候怎么样 它称为什么 然后呢 用它的嫩芽做成的菜 又是很好吃 然后后面就开始讲 有一天怎么怎么样啊 说一天 父亲啊 用刀开始怎么怎么样了 然后父亲和我的一些对话 嗯 之后呢 我们看最后 他说嫩芽和树木 然后只能选其一 树如此 人亦如此 又是一个通过故事 然后来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的文章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题目是什么 来看79题 关于乡村树 我们可以知道什么 那么 这是一个总体的问题 也就是问我们 乡村树怎么怎么样 我们可以回到原文去找 关于第一句说 乡村树随处可见 春天呢 长出嫩芽 又被称为树上蔬菜 用它的嫩芽 做成的菜肴 是不可多得的美味 我们看到这儿 就可以看到选项中 A 嫩芽可食用 是正确的 我们说它 嫩芽是美味 那么B 内部是空心的 没有说啊 树根非常发达 这个也没有说 喜欢湿润的气候 也是没有提的 我们看80题 根据上文 下列哪项是 乡村树木材的特点 我们要去找 关于木材特点的那一段 好 我们看到 我们刚才最开始读的时候呢 可以确定这一段 再讲 木材的特点 看这儿 它说 乡村树 不仅内叶 可以当蔬菜吃 它同时也是一种 优质的木材 人称中国桃花新木 它纹理美丽 纹理美丽啊 质地坚硬 不易变形 是做家具还有造船的上好材料 好 我们再看答案中 重量轻 是不对的 香味 没有提 而不易变形 文中正好提到的是同样的词 木质粗糙 是不对的 它的木质非常好 再看81题 根据第五段 它已经告诉我们了啊 那么可以知道什么 我们看完题之后 回到这个 啊 文中去找 第12345段 就是这一段 嗯 它说 这就要看 这就看你想要什么了 去掉顶烧的乡村树 营养都给了 都给了嫩牙 啊 嫩牙变回又多又肥 而留着顶端呢 乡村树会一直往上涨 将来就能成为好木财 我们来看啊 它说树越高 越难成活 没有说到 啊 B呢 它的乡村树分布范围小 我们也没有提 注意它说第五段啊 第五段是没有说这些的 C 营养不足导致树木生长慢 也没有说 而D呢 它说 去掉顶烧的乡村嫩牙啊 更肥 啊 我们看原文中 正是这样说的 它说去掉顶烧的乡村树 营养都给了嫩牙 嫩牙变回又多又肥 啊 这也是我们能找到的 嗯 最后 上文主要告诉我们什么 那么关于问 想告诉我们什么时候 这就是一个主要内容的题 嗯 主旨题 那么我们就要看 它主要讲了什么 一般 我们就要找那个主旨段 也就是 刚才我们说的最后一段 它说 啊 嫩牙与木材 我们只能选一起一 树有如此 人亦然 开始说道理了 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坐上两只船 啊 选择这只 就得放弃另一只 不能太贪心 这就是我们的答案 不能贪心 我们看啊 哪一个 要学会取舍 啊 要学会取舍 不能太贪心 B 目标 要远达 有说目标吗 没有 C 做事要考虑后果 啊 也没有说 D 要坚持自己的梦想 啊 没有提 你的梦想 对吧 所以我们要选 A选项 我们来一起分析一下 啊 这是一个关于哲理故事的文章 然后讲故事之后引发思考 同样也是第一到七段呢 在讲乡村树 第八段 在讲道理 看 他是如何讲的 先是简介 然后呢 讲父亲做的一个方法 啊 父亲怎么做的 然后解释了一下原因 告诉我们这个道理是不能贪心 好 来看题 两个细节题 回到原文中 去找答案 嗯 关于乡村树 可以知道什么 第一段 主要是说乡村芽 可以吃 啊 嫩芽 很好吃 嗯 然后 乡村树 木材特点 第三段 啊 我们说到了 不易变形 所以我们选了 C选项 嗯 好 81是一个推断 啊 就是原文中没有 但是我们需要根据原文来推测 判断出来 嗯 去掉顶梢呢 嫩芽会多肥 留着呢 树就会成为木材 所以我们可以判断 啊 这个 递选项是正确的 嗯 最后一个主指题 啊 在我们的主指段找 也就是第八段 最后一段 我们可以确定答案是A选项 啊 这是吧 79到82题 我们来看 83到86 第四个端文 嗯 同样的我们来按照这个文章 嗯 读下来 读下来之后 分分层 把每一层讲的是什么 这个意思 自己先了解一下 嗯 嗯 我们先自己看一下 好 那么 这篇文章是不是讲了这个 关于让泰学生 抄公文的事 啊 好 我们看第一段呢 在讲 这个政府 直接从这个泰学中 选拔人才 做官 啊 为了让他们尽快熟悉国家政务 就是政府要求 这些泰学生 先抄写公文 啊 就先看抄写的怎么样 然后来确定 选他们来做官 接下来呢 就开始讲 有一天怎么样 发生了事情 啊 一天 明成祖 朱元璋 啊 也就是皇帝 想去 看看 那些泰学的 高材生们 就是 很好的学生们 这一看 却让他眉头紧锁 原来这些泰学生 自视才高 根本没把抄写放在眼里 抄 公文抄的 很不好 一塌糊涂 那么看到这些 他十分不悦 不高兴了 然后这时候呢 却 有一个转折 发现有一个人 与众不同 他一直写 啊 非常好 皇帝对他 大为赞赏 便记住了 这个人的名字 那么三年的 公文抄写欺瞒 就是 开始 把这些学生们 派往各处适用 就开始 让他们正式的工作了 那么他 这个皇上同意了 在文名单中 选了一个人 说不必适用 直接任命 啊 这个人就是 下元吉 也就是当时 他大为赞赏的 那个人 那么只被皇帝 看了一眼 就实现了 什么梦想啊 人们说 太幸运了 其实不是 因为他从小 就养成了 做事 严谨认真的 好习惯 啊 无论做什么 一丝不苟 从不敷衍了事 这才是 他后来试图 一路顺畅的 真正原因 好 我们看 这个文章呢 主要是 按照这个 故事的发展 来讲下来的 刚开始在讲 啊 这个 抄写公文 啊 后面讲 为什么这样做 啊 最后呢 讲这个下元吉 就是这个人 因为自己的好习惯 啊 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嗯 我们在了解了文章之后 就可以来做题了 好 我们看83 政府 为什么 让泰学生 抄写公文 啊 我们回到原文去找 应该是在这一段啊 有一个 我们发现有一个 为了 为了啊 就是说 为了 让他们能尽快熟悉 国家政务 所以政府要求他们 抄写公文 我们看答案 A 提高协作能力 啊 不对 那么B 让他们熟悉 国家事务 这个是对的 啊 然后C 减轻压力 这也是不对的 D 希望题 有意见 有用意见 这也没有题 所以正确答案是B选项 然后84题 啊 朱元璋看到那些 泰学生的工作状态时 感到什么 注意是那些啊 不是指那一个 嗯 所以我们回到原文 因为我们知道 看到这些啊 如此糟糕的工作状态 朱元璋十分不悦 而且刚要发火 我们看不悦和发火 意思都是不高兴的 啊 所以看A 很生气 啊 这个是正确的 B 很不耐烦 不耐烦指的是 没有耐心 啊 没有耐心 所以这个不对 那么C 十分好奇 啊 不对 特别惭愧 那肯定更加不对了 所以我们选了A 85题 根据第三段啊 这有一个要求 可以知道什么 我们回到第三段去找 123啊 这里 他说 刚开始不高兴啊 要发火 很生气 却忽然发现 有一个人 与众不同 那个人 一直很认真的写 朱元璋很好奇 就走过去看 看他的字呢 写得非常好 在心里对他 大家赞赏 并且记住了 他的名字 这是我们第三段讲的 我们看 A 太学生都很能干 不对 因为大部分 让他很生气 那么B 皇帝很欣赏 下元吉 这是对的 因为根据后文 我们知道 他叫下元吉 那么C 下元吉被吓了一跳 没有提这一个 D 老师推荐 也没有提 反而是后面说 是皇帝推荐他 是后面说的 那么86 上文中的 鲤鱼跳龙门 指的是什么 这是一道 解释词语的题 我们看 回到原文找 上下文去看 那么上下文 上文就是说 此人不必适用 可直接任命为 户部四川四主事 也就是一个职位 直接任命 那么他说 就实现了梦想 而且后面说 这是他后来 仕途一路顺畅的原因 所以我们可以确定 他是什么意思呢 A 做了大官 对 因为他们的目的 就是为了做官 做官 一夜报复 没有提 不是为了赚钱 那么提前毕业也不对 获得自由也是不对 那么来看 如何分析 首先这是一个关于历史故事 讲完故事之后 分析原因 第一段说了 起因要求太学生写公文 二三段呢 是故事发展 讲朱元璋的发现 第四段 讲了这个结局 最后一段 是一个评价 说他为什么 仕途顺畅 好 我们看八十三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原文找到为了 所以直接就可以确定答案 熟悉 正五 八十四 我们找到了十分不悦 正要发火 正好是 意思是很生气 正要发火 那么八十五呢 我们看的是 却发现一个人认真 非常赞赏 我们就可以确定是 B选项 最后一个题 解释题 我们根据上下文去看 上文说 直接任命为 什么什么职位 直接任命 后面说 试图顺畅 就可以确定 是A 做官 做了大官 这是第四段 那么我们看最后一段 好 给大家一点时间 这个稍微有一点难 这个讲的是关于科学的 可能大家不是 读起来 不是那么太有意思 大家可以读一下 好 我们简单读了之后呢 发现 第一段讲的就是 最新研究的一个发现 说 蜜蜂 蜜蜂的飞行 不是完全由翅膀 震动来完成的 而是他的后腿 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所以全文即将 要展开 对蜜蜂这个后腿的一个 写作 那么第二段呢 就开始说 众所周知 飞机是怎么样的 那么在人们印象中 动物在飞行时 和飞机是一样的 也是收起来 然后怎么样 但是 如果你留心发现 但 蜜蜂是一个例外 例外指的就是 不是这样 例外指的是一个 其他的情况 那么第三 为了进一步分析 第三是进一步分析 他们做了一个实验 又使蜜蜂在一个户外 风洞中飞行 然后观察 结果呢 有一种 这是其中一种啊 他的后腿 像飞机的机翼一样 怎么样 这段刚开始的时候 可以快速的读一下 然后后面 但是 如果风速提高到 他所能承受的极限 他能完全伸开后腿 也无法保持身体的平衡和稳定 他会四处乱撞 对 然后最后实验表明 说一个结果 蜜蜂的飞行速度 并不取决于 他肌肉力量的大小 或翅膀震动的快慢 而是 这块是重点 他在不稳定的飞行条件下 这段是条件 这是重点 自我控制和调节平衡的能力 这是我们的 所要看到的最重要的地方 这是我们的实验结果 也就是 那么他伸出的后腿 可以帮助他实现平衡 就像飞速旋转的花样 滑冰运动员张开手臂 来平衡自己的身体一样 那么他的后腿是用来平衡的 好 我们这时候看完文章 可以做题了 那么87 第二段举飞机的例子 是为了说明什么 我们看第二段 第二段 这儿 举飞机的例子 我们说了 飞机飞行的时候 起落架是收起来的 那么动物飞行的时候 我们以为 他的腿也是收起来的 可是呢 蜜蜂是一个例外 蜜蜂不是这样 所以 我们在87应该选 是为了说明许多动物 那么这儿说的就是大部分 大部分 飞行时腿会收起来 因为这个文 这一段 第二段 主要说的就是 飞行时 它的起落架收起来 而且许多动物也是这样 除了蜜蜂 88 关于兰花蜂蜜 可以知道什么 阿瑟尔 关于兰花蜜蜂 可以知道什么 我们找一下兰花蜜蜂 这个 就是兰花蜜蜂 它的后腿 像飞机的机翼一样 它的后腿 能为蜜蜂提供上升的力量 这是这一种蜜蜂 那么当风动的风 达到一定的速度时 它会伸出后腿来保持稳定 速度越快 后腿伸展越大 那么但是如果风速提高到 它所能承受的极限 即使完全伸开 也无法稳定 那么这一段就是后面了 好就是后面了 所以我们先看这儿 关于兰花蜜蜂 知道什么 飞行速度快 没有说 翅膀独特也没有提 但是后腿可以提供升力 这是我们所知道的 它就是在讲后腿 它的后腿可以为它提供升力 后面根据上文 蜜蜂飞行速度 与哪种能力有关 我们看它的速度 和哪种能力有关呢 回到原文去找 我们看这儿 它的后腿为蜜蜂提供力量 哦对 我们看这儿 实验表明 我们看实验表明 蜜蜂的飞行速度 并不取决于 它肌肉力量大小 或翅膀震动快慢 而是取决于 它在不稳定飞行条件下 自我控制和调节平衡的能力 根据这句我们可以知道 A选项 A选项 对 调控平衡 是正确选项 关于其他的温度啊 方向啊 甚至花粉没有提到啊 都是不正确的 那么第九十题 上文主要介绍的是什么 嗯 主要介绍了生存智慧 还是喜欢成群飞 我们正确答案是C 后腿 因为一直在强调后腿的重要性 对蜜蜂飞行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就选出了正确答案 我们来分析一下 第一段讲的是研究发现 然后第二段有一个 大家的认为固有观念 第三段科学实验 啊 第四 在讲实验的结果 我们看这三道细节题 啊 三个细节题 都是要回到原文中去找 那么第二段举飞机的例子 就是在说 啊 和其他的动物飞行 都是 一样都是收起来的 嗯 关于兰花蜜蜂啊 后腿 向机翼提供上升力量 啊 机翼 飞机的翅膀提供上升力量 嗯 八十九 它的飞行速度和哪种能力有关 我们找到了那句 而是取决于 啊 是它的重点 所以是自我控制和调节平衡 最后一个是主指题 也就是问全文的主要观点 我们可以知道 啊 密封 飞行 后腿也发挥作用 而且全文一直在讲后腿啊 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C选项 嗯 我们进行一个总结 好 那么文章呢 主要涉及人物故事啊 包括人物故事 哲理故事 历史故事 还有科普知识 嗯 那么科普知识就刚才我们做最后一个 比较难一些 嗯 好 我们总的看呢 短文阅读的文章取材很广泛 涉及自然 历史 社会 文化 等多个领域啊 它的范围会比较广 这也是它难度大的原因 但是题目类型呢 就是四种 对 而且细节题最多 我们做的很多 大部分都是细节题啊 推断题和主指题呢 有一些 嗯 然后示意题也就是解释词语 包括刚才讲 李渔月龙门 目不转睛的意思 我们需要通过上下文去看 好 主指题呢 我们就是要看 全文主要讲了什么 一般就是首尾 首尾句 啊 推断题 我们要根据文章信息 去进行推理 判断哪一个是正确的 嗯 好 我们看一下答题步骤 首先通读全文 啊 我刚才告诉大家 读全文 然后分析文章的层次 和每一段段落答疑 啊 注意首尾和关键信息 啊 关键位置 啊 比如说 故事哲理类的 一般就是先叙事后论述 主指在文末 也就是讲故事 说道理 一般道理在最后 那么科技类的 就是一般先提出观点 比如说刚才的密封啊 先出观点 后腿很重要 然后进行实验 那么主指一般在开头 所以大家记住 如果是在讲故事 那么一般在结尾 是主指 如果是实验啊 科学方面的 那么刚开始会告诉大家啊 主指 后面是开始实验论证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开头和结尾 以及关键信息啊 做完第一部分 读完全文之后 我们就开始带着问题 有针对性的查找 找 相关部分 也就是 读完全文之后 我们看问题 然后回去表达 注意细节啊 可以用排除法 排除无关项 干扰项 然后综合 得出合理的推论 还有一点 题目顺序 与文章的顺序 基本一致 当然除了主指题 基本上 题目的顺序 和文章顺序 是一样的 我们就是 按照顺序来做 来去原文找 最后就是要学会 跳跃障碍 遇到很难的 不会的 我们可以先跳过去 接下来给大家 几分钟的时间 做一下连贯练习 也就是 我们刚才做过的 这一部分啊 因为做过了 所以大家可以 很容易很快的 做出来 但是要按照 刚才的我们说的 方法来做 看完文章来看题啊 大家可以 就是把 这一段来拍一下 拍一下之后呢 然后对照 这个问题来做 好 对 看完问题 然后去文中找答案 好 我们来看 第二个文章 嗯 大家先读 读全文啊 然后分层 分层 看看每一段 讲了什么 然后我们根据 好 问题来找答案 让大家来自己做一下 哦 arthritis SBS 幻归 虹 词 我和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短文 同样按照刚才老师告诉你们的方法 读全文 分一下层次 好 我们来做一下题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83到86题 读全文 然后分层次 了解每一层的意思 这样我们做题的时候 就能很快的找到这个答案 所在的位置 好 我们读完之后呢 现在来看问题 看问题 然后去原文找答案 因为刚才我们分了层次 所以很容易知道 关于这些问题 是在哪一个层次里面 就能很快的找到 这个所在的位置 有关于这种人 我们可以看完之后 是什么时候可以看完之后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段 最后一段呢 就是大家先来看一下全文 然后分几个层次 分完层次我们再去做题 好,大家可以先用手机拍一下 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题 87到90题 因为我们刚才读了文章 所以很快能找到文章中对应的位置 这样去做题就会更快一点 好 好 我就是一直在强调 在做第三部分的时候 我们要先看全文 然后看完全文之后 把这个文章的层次分出来 它是按照时间顺序的话 那就比较好分有一些时间的这个词 如果是按照一个故事 一个道理 我们知道前面讲故事 最后一段讲道理 如果再讲科学实验 那么刚开始会告诉我们 这个实验讲什么 是一个主旨句 然后中间做实验 最后可能再总的来说一遍 所以比较清楚 按照这个顺序呢 我们能很容易根据题 找到题目所在的位置 这样去做 就会能很快地提高 我们的做题速度 和做题的准确率 好 那么最后 给大家留了一些作业